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流动的旋律潇洒的话意和浓郁的诗情 无不展示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位钟爱旗袍的老朋友的故事 她的名字叫孙小明 当轻柔舒缓的音乐响起 徐徐走来了一位身着旗袍的优雅女士 精美的颈段勾勒出鲜细的腰肢 玉如鸡柳如梅 款步移来笑叶美 飘然漫步入心飞 身材挺拔 自信优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62年 在咱们吉林省榆树市的刘家乡 一双父母为他们新出生的漂亮女儿 娶了一个既简单又好听的名字 孙小明 不管哪个年代的女孩子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爱美之心 孙小明当然也不例外 刚试行戴拉索的衣服的时候 我爸有一次在昌春开会 给我买了两件 同样款的衣服不同颜色 买了两件 一个是蓝色的 一个是粉色的 那时候小啊 蹦蹦跳跳的 穿上一件新衣服 觉得上学了 被说 就美美的 就觉得自己心情特别愉悦 1980年 孙小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那些年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孙小明总是坚持在灯下备课 批改作业 这样的日子直到1990年 由于工作需要 他离开了心情耕耘了十年的校园 调到榆树市税务局上班 从事税务工作二十多年来 性格内敛的孙小明 始终钻研业务 实现着自我价值 得到了同事和领导们的充分肯定 我们一个办公室 一个科室 那是十多年 因为他这个人吧 就是非常热情 大气 敢于担当 所以在单位吧 也是单位的领导啊 同事啊 我们之间呢 就是说 都对他都非常认可 2017年 孙小明退休了 可从那时起 他又开始了自己人生的 第二个多彩旅程 为了追求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退休后仅一个月 孙小明便加入了 吉林省旗袍协会 加入旗袍会呢 就是第一节课 我看那个老师带着 就是旗袍会的姐妹们 在走摩托步嘛 哎呦感觉真的 简直了 活得这么高雅 第一次接触旗袍走秀 孙小明就被那知性的东方魅力 所深深的折服 为了圆自己的旗袍梦 孙小明每天都要穿上高跟鞋 练习走秀 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个月后 孙小明第一次穿着旗袍 走上了舞台 那个主题叫八一军旗红 这么一个大型的 室外露天活动 吉林省旗袍协会呢 也参加这次活动 我也是在这个走秀队伍之中 那次是我头一次表演 我感觉就是说 头一次上镜 头一次表演 我自己特别欣喜 当时就觉得这个旗袍 穿上特别特别合适 特别特别的美 我就穿着那个绿的 参加了演出 在孙小明看来 所有的女人骨子里都是追求美的 几十年来 孙小明除了工作之外 还要照顾家庭 但她依然保持时尚 如今更是学会了走题台 自身气质和审美品味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自己呢就觉得变化非常大 有的时候参加活动完演出一场 之后呢我也发朋友圈 发朋友圈呢 这样呢就是单位同事看见了 给我点赞 说我退休之后 比上班的时候还漂亮 还优雅 还美 身着旗袍 竖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 戴一对漂亮的耳坠 踩一双百搭高跟鞋 妆容精致 举止优雅 旗袍协会的这些阿姨们 俨然成了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在孙小明的家中 到处都摆放着与旗袍相关的物件 衣柜里更是满满的 珍藏着各式各样的旗袍 老师这件红色的很漂亮 这个红的是有一次去北京 在那个西单商场 我发现这个旗袍的样装特别好 我在这块就定做了一件 我去了两次北京 第一次呢去的时候是办事 第二次呢就是又它又复合尺 这两家旗袍呢是我第一次参加演出 买的旗袍 这个是在咱们长春买的 我们有一次演出跳南平晚中的时候 穿了这件旗袍 拿着白玉毛晒 时间或许会带走年轻的容颜 但带不走竹梦的心态 光阴或许会消磨人的锐气 但却能沉淀出优雅从容的气质 只有对生活充满了热爱的人 才能负重前行 更活得岁月尽好 春节将至此就迎新 节日的气氛是越加的浓烈了 那么在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之前 有这样的一群老朋友 他们再歌再舞 喜迎新丑牛年的到来 在长春市金大来艺术团 迎新春即庆祝成立五周年的活动现场 艺术团的老朋友们 在优美的乐曲中偏偏起舞 用欢乐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和对幸福吉林的无限满足 在长春市金大来艺术团的美国 和代表业人之间 如今 removal在一面 酒里面小时 冰上来 金大来艺术团的 无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银发生辉陷于热 丧于未晚 表出心 为了办好这次活动 这些平均年龄五十多岁的团员们 克服了身体和家庭上的困难 坚持排练 将自己最佳的演出效果 呈现给了所有的来宾 疫情期间嘛 排练的时候 有的时候受场地的限制 但是大家尽可能去抓紧每一个排练时间 去集中排练 准备的这个时间也就不到一个月 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吧 有好多吧 是有上班的 还有退休的 还有带孩子的 上班的吧 他们必须周六周日才能来 平常工作时间来不了 还有些姥姥 奶奶们们 到点还得去接孙子 接孩子 所以我们大家都各自克服自己的困难 抽时间 就是尽量嘛 大伙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都来赶在统一时间赶来排练 长周本来就能够上午嘛 然后呢 发挥我们的民族特长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老师和姐妹们 然后共同呢 在这快乐地 度过自己的业余生活 2021年已经到来 相信全省老年朋友们 一定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 面对疫情 种植成城 扭转乾坤 生活的健康快乐 万事顺逸 2021年了 到了 我们那 把我们的 用我们的歌声 用我们美丽的舞之 建立全省人民 祝全省人民新年愉快 新年的心心向荣 合家欢乐 身体健康 天天开开心心的 我最亲爱的生活 我最亲爱的生活 你最亲爱的生活 永远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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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情我 心中的 永远给我 永远给我 一样情我 心中的 接下来老朋友们即将看到的是 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全省老年文艺展演活动中的 优秀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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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长未到新驰来 幸福中国人新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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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